大家好我是Pandai老餅熊媽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21年第47週 因為之前週末大部份時間都出了街 昨天都比較忙 所以搞到今天才錄這個搞什麼 而剛剛這個星期其實都沒有玩過什麼遊戲 唯一是早幾天回去再玩了Slay the Spire 因為早前見朋友玩得順利 我都最近玩了一兩隻其他Rogelite的遊戲 吸收了其他的經驗 打算再回去試試這隻這麼好評的Rogelite 之前再玩了兩次都依然是用第一個角色的Iron Clay 玩到好像World2還是World2大佬就死了 到第三次終於讓我完成整個遊戲了 其實它是三個World 去到第三個World再打大佬之後就完成了 玩多了跟以前的唯一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花多了錢去買一些Warelic 即是長時間長住在這裡 給一些特殊的buff你的道具 而不是花些錢去買一些新卡或者upgrade一些卡 而其實玩多了三次左右 我對有什麼卡是一個特別好的combo 特別強勁可以指揮 去到這樣build那套stack 都不算有什麼認識的 反而是對那些怪有時候 某幾隻熟了一些可以預期到 會做些什麼就可以更早去做相應的準備 或者相應的應對 例如一些過兩個turn 會buff自己功力很高的怪 就會知道一開始要跟他拼命 去到攻擊盡早打死他之類 好在其實Slay the Spire的敵人 就不算有太多太多不同款 我印象中 但當然以我的經驗 我不是玩了超多次 只是有幾隻怪我記得他會做些什麼 卡片方面也玩多了之後 也會知道某幾張牌是好用 或者是值得upgrade 但當然Slay the Spire都有 每一隻角色都有幾多不同的牌 可以讓你選擇去做出不同的配搭 去做一些不同方向的打造你那套卡的方法 不算只有一套最佳的造型 可能也有些比較好一些 實證證明這樣去標 比較容易去到打得贏 也不奇怪 但我想每個class都起碼有三幾個標 是可以叫做vireboard 值得使用的 而第一次爆機之後 劇情上似乎也不算 打低塔裡面的魔王也好 我不是很肯定是否要用了這麼多class去打 完成才會叫做真的完成 或者不知道是否要玩得好些 整個過程之後有一定分數 才可以叫做真的摧毀到邪惡核心 但第一次爆機我玩了兩個多小時 算是非常之久了 究竟要怎樣出牌那些東西 看清楚那些招式怎樣配搭 才可以吃到有利效果那些 但玩多了這幾次 起碼對人為什麼對這遊戲有這麼好評 算是多些領悟 因為的確有些牌的效果 堆踏起來會比你原本的預想中強勁很多 而且打起來是挺爽的 但如果你說卡牌上面的招式 或特殊效果 那些平衡上是否做得很好呢 我就不太肯定了 有些感覺上就真的強很多 可能有些也覺得有些underpower特別弱的 而四隻不同的角色 我對另外三隻沒有什麼認識 所以這一方面的角色平衡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好 但怎樣都好 我覺得這遊戲的深度是的確在 花多時間下去玩之後 對這遊戲的各樣的認識多了 樂趣是會多了 所以被人認為是Rogue Light卡牌對戰的遊戲 算是一隻標準的好遊戲來講 如果你是想接觸這個類別的遊戲 以這隻為開始都... 沒得輸 應該稱之為 好了 今個禮拜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Panda 盧比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為了 都可以 有人 發生了 反應 全